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手表一个 还有吗 沙漏 沙漏 哎呦 我看到我这上面是沙漏和俩 看什么 这啥呀 这个 那这个啥呀 叫什么名字 叫日历 很好 三个 还有就是那个一个棍 然后底下一个圆的 看它那影子 一个棍底下那圆的 看它那影子是吧 你知道的很多 那个叫什么东西 古时候有的 古时候有的是不是 叫日什么是吧 日什么 日熟 瞎猜了 那这个东西 待会我给大家看到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呢 上面有一个圆盘 我这没圆盘 方盘吧 上面来一根 对吧 棍 好 别动 是棍 这个棍呢 通过太阳照射 太阳是这样的 早上在那边 中午在这边 对吧 中午才走挺 晚上呢 到下面 就掉了 所以说太阳在这儿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个 有个朝向 太阳照过来 影子在哪 在这儿 对不对 好 于是这就是太阳 刚出生的时候 那么慢慢慢慢地走过去 太阳一边地走着 这根影子是不是 一边就 堵 堵堵堵堵堵 到最后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 影子是不是在 这儿 根据影子不同 它就能看出 现在几点了 这是古代的一种 计时方法 古代有这东西吗 没有 没有 这是新发明的 古代 这东西 可以有 但是这东西 具体准不准呢 其实也 不算太准 这个东西呢 当然也不是太准 大概 还有吗 怎么个记时间 已经说了那么多了 一 有钟表 有日历 有沙漏 有刚才那个圆盘 加一根棍 有几个东西是可以记录时间的 比如说天上的太阳 对吧 还有一个大清早 总是有一个东西要叫的 叫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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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那个公鸡怎么叫的 哥哥哥那个 很好 这是不是算一个记时间的东西 每天早上起床 一般上古代人 都是在鸡叫的时候起床 鸡叫是几点钟 大约 五点 对 大约是五点左右 差不多鸡叫我就该起床了 一般我要 因为我要做作业了 那小时候对吧 还有呢 除了这个以外 那我给你们带你们看看 记录时间的工具 太阳是不是可以 可以 公鸡 公鸡是不是可以 哎 看见没 一个盘 一个棍 就是那个用 用那个照射 用太阳照的 照的每一个 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就是一个时间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日 鬼 名字就叫这个 这是古代人发明的 并且呢 中国古代的时间 记住时间是特别有意思 这个事情 咱们现在是24个小时 对吧 一天 中国古代几个小时 你知道吗 12个 它一个小时等于我们现在的 两个小时 咱们现在不是24小时吗 他们以前都是两个小时 算做一个小时 当然他们不叫小时 叫做时辰 一天要过几个时辰呢 12个时辰 你知道一天第一个时辰叫什么吗 这个问题很难好 那我问你 你肯定不知道 那我问你 12成要会背吗 会 会 自私处 你们都很聪明 好 你们都很聪明 我小时候背的是 鼠牛虎兔 龙舌满羊 猴鸡狗猪 请问你们跟我有什么不同 少了几个 我少了几个字是不是 你们多了几个字 这什么子鼠 子鼠是什么东西 吃的吗 老鼠 哪个子啊 子怎么写啊 就是一个 说白了就是儿子的子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子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一样东西 它一共有12个 对不对 是不是12成肖 是不是12个 除了鼠牛虎兔龙上满羽 猴鸡狗猪以外的 另外那12个字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写在副版书上 叫做地支 真的没有东西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一天不是12个时辰吗 12个时辰也是根据这个记的 第一个时辰是刚才说的是子鼠 对吧 那第一个时辰叫什么时 你猜 叫子时 非常对 第一个时辰叫子时 子时你猜是几点是子时啊 是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 你猜是几点 一点对吧 很好 中国古代纪年是这样的 晚上半夜二三年 到凌晨一点 这个时候叫什么时呢 叫子时 然后呢下面呢 子属什么牛 丑牛 丑牛 那好 那请问丑时是几点 一点到三点 很好 一点到三点 就是丑时 那银时呢 什么 三点到五点 很好 三点到五点 然后在五点到七点 在七点到九点 九点到十一点 十一点到十三点 对吧 一个一个两个都排下去 好了 这是中国古代的时辰 记得没 中国古代几个时辰来着 十二个 对应的是我们现在的十二生肖 记得了吧 而十二生肖中的第一个字呢 叫做地支 就是子丑银毛 臣四五位 身有须害 这些是地支 多的不写了 咱们写一个就行了 知道一个就可以了 很好 那中国古代时间知道了 再往下 十二咯 可不可以 可以 古代外国人还有一个发明了特别高级的东西 这个东西也可以挤时间 一个水 它漏 它这边漏水 这不是漏沙吗 那个漏水 我一滴一滴滴下去 这样的话滴完这一层 一个小时过去了 再滴一层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这就是水中 叫做水中 用水做的中 高级吧 还有中国古代一个特别高级的 就是用香 大家去拜过佛吗 拜菩萨 拜菩萨是不是得点个香 对吧 古代那时候呢 它可以用一柱香来形容一段时间 比如说一个小时 一个时辰 两个小时 它就是一柱香 当香烧完以后 就比如说树的一柱 烧香完以后就说明 这两个小时就要过去了 很好 古代还有闹钟 古代那个香呢 特别高级 它们是盘着的 见过了 从这开始烧 对不对 这一圈是横过来的 放在这 开始烧 一般来说是个巨大无比的香 可能一烧呢 能烧十天的 这香能烧十天 你中间分分段 分成十份 你就可以每天烧多少 烧多少份 对吧 什么时候你要闹闹钟怎么办呢 古代人没什么科技 不发达 没有那种高级的那种 什么闹钟 闹钟是我们现在才发明 那时候没有 它呢 在这个箱下面 放一个小银盘 就放一个金属的盘子 比如这个声音的 然后呢 在箱的某个位置 放上一个银珠子 小银球 就放在那个箱上面 当箱烧到这里 把那个段给烧掉以后 这银球就 掉了吧 是不是就掉下去了 这小钢珠 小银球掉下去 是不是有声 有声 这就是最原始的闹钟 高级吧 它那个香 烧啊烧啊烧 那个银球就掉下去 蹦蹦蹦 三声 你想 哦 想起来了 到了这一天 我该干嘛干嘛干嘛了 这是闹钟 最早的 最原始的 没什么科技的时候的闹钟 跟咱现在不一样 OK 好 这是我们现在的 中 今天的标题 时间是一个很奇妙 很有趣的科学 第一个问题咱进解决了 这是有哪些东西可以记录时间 阳光撒在这个日轨上 可以看到 包括早上起来 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 你就知道 大约几点了 七八点了 对吧 太阳晒屁股的时候 几点了 十点 十一点了 经常老妈说 太阳晒屁股了 还不赶紧起床 就这意思 太阳已经很高了 晒到屁股了 下面 到了日落西山的时候 影子越拉越长的时候 说明太阳又要下去了 当天色暗下来的时候 说明我们该吃晚饭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记录时间 可以用太阳 第二个 记录时间可以用 公鸡 母鸡叫吗 有的别人说母鸡也叫 我不知道他哪听来的 公鸡才叫 对吧 噢噢噢噢的 这个东西大家会念就行了 叫日鬼 这个 沙漏 你记得沙子就可以了 沙子是可以计时间的 包括这个 用水的 叫水钟 它是一种钟表 就这个 用水一滴一滴滴水的 这个滴沙子其实是一个道理 最后一个 中国古代传统经常用的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 那个叫烧什么 包括这个 烧香 没错 香 现在咱们烧香是用来拜佛的 或者烧香是用来驱蚊的 对吧 家里蚊子很多 烧店蚊香 对不对 以前都是用来记时间的 经常你以后看到什么 古装电视剧里面 经常会写什么 一炷香的时间 一炷香的时间是多长 不一定 有些相粗 有些相细的 一般来说是 一两个小时差不多 就这么大 这么多时间 那么 请你告诉我 时间是不是一直永远的 在不停的走 是 是 请你告诉我 哪里 什么东西你能看出来 时间在流逝 时间在走 好 你看表的时候 你知道时间在走 很好 还有吗 太阳 你说 太阳 太阳很好 还有攻击 攻击 对对对 没错 但是不一定 有些是 有些东西 你就可以看出 时间是在慢慢的流淌了 并且时间已经过去了 比如说 比如说 你三岁的时候 是这么高 现在已经这么高了 这是不是说明 时间过去了 对吧 还有吗 还有什么 你的样子 是不是 以前没牙 现在牙多了 或者以前牙挺多 现在门牙没了 这是不是 时间过去了 还有吗 我的牙没有长 还没长出来 是不是 等你牙齿长出来 时间是不是又过去了 我换 我 你换牙了 还有什么时间过去了 旧掉的衣服 旧掉的衣服 很好 衣服穿旧了 穿破了 或者穿烂了 穿花了 时间过去了 你看外面景色 春天的时候树木是绿色的 夏天的时候树木特别茂盛 到秋天以后 这叶子都 掉了 叶子掉了 是不是就说明 时间过去了 今天大家已经说了很多 关于时间过去了 那 我给大家看看 什么地方能找到时间 时间改变了一些什么 首先 时间让我们越长越大了 时间让你们爸妈越来越老了 时间让你们爷爷奶奶 都长出排头发了 是不是 时间可能让你妈妈 越来越唠叨了 有没有 好 时间改变了什么 改变了很多 而什么地方能找到时间流逝 所有地方你都能看出时间流逝 甚至是这支铅笔 你本来是那么长的 用着用着变成那么短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时间流逝的 很好 这是今天第一个 告诉大家什么是时间 那 树木的年轮 这是树木有一圈一圈的 年轮 是记录时间的 每多一年 它长一圈 这棵树几岁呢 你数一数它有几圈就行了 说明这树已经 二十岁了 比如说海里的鱼 它的鱼鳞 这里是可以记录时间的 包括 这 是不是时间的痕迹 这房子已经 扩得不行了 而 大家来说 时间的顺序 时间的痕迹是什么呢 有很多 刚才大家已经全部讲过了 讲得非常好 好 时间我们知道了 下面我们来讲讲 今天要说的 一个重要的知识 每天时间都在流逝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 这一天一天都过去了 太阳为什么 起来又下去了吗 咱们世界上有一个大大的太阳 和一个大大的地球 对吧 咱们地球是绕着 太阳 太阳动吗 不动 太阳不动 这是一个地球 太阳照过来了 是平行光线 照过来了 照过来以后 你看只有哪边能照着 是不是这边能照着 这边照得着吗 对 日子这边就是黑夜 咱们现在是不是被照着了 正好又是中午 是不是太阳最中间的时候 很好 那这边有一个字 叫做昼 所谓的昼 一个尺子 一个尺子的尺 下面一个日子 下面加一横 这个昼字指的是白天 那晚上用什么字 白天指的是昼 很好 晚上一个字叫做夜 所以这边是夜 这一圈以外的都是太阳照射的 这一圈以外都是霉照着的 地球大约是个球的形状 具体有多元 不是一个完整的圆形 不是个圆形 还是个圆球 但是据说地球是一个梨状的 就是大家平常吃的梨那个形状的 接近梨状的那种 所以不是完全是个球 当然具体地球咋样呢 我也说不太清楚 具体我也没见过 对吧 我就只能见到那么一小块 具体多大 我也见不着 所以你要问科学家去 这是地球 地球绕着太阳转 太阳绕着地球转 这个事情发生在很久很久之前 就已经讨论过了 因为当时有一种宗教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叫做基督教 世界上有三大宗教 有一种宗教呢 叫做佛教 这总听说过吧 天天大家去拜菩萨那个 拜菩萨那个就叫佛教 就那个佛子 有一种基督教呢 是西方人姓的 西方人姓的那种基督教 还专门造了那种大教堂 在北京见过大教堂吗 见过 王府顶 王府顶那大教堂见过没 当然在以前 西方那个基督教那边的 基督教有一个教皇 教宗教皇帝 相当于类似个皇帝 那皇帝特别坏 那皇帝说 我说的都是对的 别人说的全错的 如果你要敢说的 跟我说的不一样 我就把你杀了 于是当时教皇说 地球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地球是不动的 就在这 所有星星全部都绕着地球转 有很多人都信 因为他说教皇说的 教皇说的就是对的 于是大家说 哦原来是这样 这个专门那种理论 叫什么呢 叫做地星属 特别简单 地球是中心 结果呢 大家都相信 而且不能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他就有可能把你给 杀了 太危险了 结果有一个人 是一个科学家 他天天拿着个大望远镜 在那边看 在那边看天 你看 天到底是怎么转的 天天这样看看 发现一个事 地球在动 地球不是不动的 地球照着什么转呢 地球绕着 太阳转 他发现了 于是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理论 叫做日星说 他跟教皇说的不一样 教皇说地球是中心 他说太阳是中心 你知道那人叫什么吗 一个著名科学家 也是个天文学家 名字叫做哥白尼 哥白尼说了 说完以后 教皇怎么样 教皇是不是很不开心 竟敢跟我说的不一样 你说都会错误的 于是教皇决定 把他给 杀了 没把他给杀了 把他给观察了 几十年过后 又出来个科学家 他也观察了观察 他觉得哥白尼说的是对的 于是他就在那边叫 说 我支持日星说 哥白尼说的是对的 结果 教皇又来了 教皇派的军队 又跑到了他们家门口 哪个叫布鲁诺 出来 那个布鲁诺说 我认为 太阳是中心 地球中心是错的 教皇说的是不对的 什么 竟敢说 教皇说的是不对的 来人 抓起来 抓起来的 抓起来以后 直接把他给送到了一个大大的广场上 广场上给他准备了一根柱子 下面点了一堆柴火 下面有一堆柴火 一根柱子 把他绑在柱子上 什么意思 烧烧 把他给烧死对不对 好了 火把准备好了 准备烧了 就在这个时候 士兵又问了 又问了一声布鲁诺 他跟布鲁诺说 布鲁诺 你如果现在说 太阳是中心 那么 我就把你烧死 但如果你现在说 教皇是对的 地球是中心 我就放了你 布鲁诺是这么说的 布鲁诺站在那边 大声说 我坚持真理 我认为是真的 它就是对的 那就是太阳是中心 地球是中心 是错误的 于是 一把火 被烧死了 真的被叫死 所以地球绕着太阳转 太阳绕着地球转 咱们现在知道了 是地球绕着太阳转的 可是想当年 他们说太阳绕着地球转的时候 还死了很多科学家 那时候的教皇 是不是特别坏 是吧 那在西方 在一千年前 中国已经挺发达的时候 西方人在搞这个 不说了 这是基础时间 太阳 那这个给大家看一眼 大家都知道了 是这样的吗 是 是这样的吗 是 是 OK 地球也在转 太阳也转 好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一边自己转 一边绕着太阳转 对不对 自己转一圈 是 一天绕着太阳转一圈 是 一年 但这个图有一个不对的地方 就是 太阳 巨大个 不止那么小 太阳和不是跟地球一样大的 如果把太阳比作 那么大的话 地球多大呢 这么点 对 没错 好了 这是一本小绘本 这本绘本是个科学绘本 并且是个立体绘本 大家可以有些具具给大家买一本 看看 还挺难的 挺难的 我就挑了几个比较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 有些东西 确实对我来说都算是长知识的 就这个 手表啊 钟啊 包括一些东西可以翻上去 挺好的 叫做时间 妙趣 科学 这本本子是德国的德国处 知道德国吧 知道 知道德国是吧 那我问你 德国有什么比较有名的 有个数学家 在德国特别有名 而且大家都认识他 这个人叫高斯 他是个德国人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不知道高斯教育嘛 虽然名字不太一样 但是 是大概一个意思 因为我们是从小学书学开始起家 他们开始做的 所以他们想说 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教育机构呢 就叫高斯 而高斯这个人 就是个德国人 我讲讲这个故事 我听过一个故事 说啊 那个老师特别偷懒 他不想上课 他觉得这房子小孩太吵了 我让他们做题吧 于是 那老师掰了把凳子 坐在上面 好 给你们出三道题 三道题特别难 对小孩子来说特别难 他出了什么题呢 从一加到一百 你加去吧 从一加二等于三 三加三等于六 六加四等于十 你必须一个一个算 是不是很费劲 好 全部算完 是不是这一课就快下课了 于是老师就很开心 在那边翘个脚 喝喝茶 哎你们慢慢算 不到五分钟 有一个学生就上来 老师我算完了 啥 老师本来想休息会儿 你算完了 你叫谁 你叫什么 高斯 你叫高斯 瞎扯 怎么可能算那么快呢 回去接着算 于是 他又把高斯叫回去了 高斯又过了一会儿 他说 我真的算完了老师 答案多少 五零五零 五千零五十 啥 这么快就算完了 神童吧 这不是 于是 他就问高斯 那你怎么算呢 于是告诉高斯 高斯告诉他 怎么算呢 切一半 切一半 然后呢 一百减零 切一半 加个零 算一算 五十五十 五十五十 一加到一百 怎么算呢 谁会算 一加到一百 一加九十九 只有一百 然后呢 然后呢 一加九十九十一百 然后呢 一加到一百 从一加二加三 加四加五加六 加到一百 但是你嘴 他嘴说的特别快 一加到九十 一加九十九 是不是一百 二 二加九十八 是不是一百 三加九十七 是不是一百 四加九十六 是不是一百 他把手 他把手后尾加起来 总共有四十九个一百 再加上最后的那个一百 就是五十个一百 再加上中间那个五十 加起来就是 五十个一百 等于多少 我听不懂 五千 五千加五十 等于多少 五千零五十 五千五百啊 五千零五百 好了 这是大家以后的小学奥数题 以后会告诉大家的 这是今天的高词 也是今天第一节课